早晨 来到5月2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赛律师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大家当然等着昨晚联储局的议息 出来维持息口不变 当局放慢缩表步伐 并且为加息的忧虑降温 导致曾经急升超过500点 显著升幅收窄了 港股假期之后 今天就会服市 究竟怎么走呢 等下都会问Andy 如何分析最新的市场解读联储局的立场 以至一些焦点股份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议息之后 一如市场预期息略不变 6月就会开始放慢量化 紧缩QT的速度 主席鲍威尔说 下一次行动不可能加息 刺激导致短暂秋升533点 但高位预估额的收市只升87点 报37903点 芯片股回落 拖累标指和纳指 标指和纳指 意识之后曾经升超过1% 但标指收市到跌0.34% 报5018点 纳指收市跌0.33% 报15605点 意识结果公布之后 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回落到4.6厘以下 美汇指数升至近106.5之后 回转跌0.6%至105.5的水平 日元反复升至最多3% 金价曾经反弹1.8% 右加州回吐超过3% 比特币曾经急插近8% 看焦点美股 苹果公布业绩前值 股价跌0.6% Tesla回落1.8% 马科技股业绩分化 亚马逊首桂盈利和收入超预期 股价升2.2% 而AMD和超微电脑业绩之后 分别急跌9%和1.4% 英伟达NVIDIA也跌3.9%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百度和网易 比上日港股跌超过2% 百度至算布102.01元 马美团比本港收市跌1.7% 腾讯至算布345.14元 比上日本港收市跌0.6% 京东和亚里跌0.3%和0.7% 汇丰控股 ADR自算布68.29元 比本港收市跌1.9% 港交所跌0.7% 健康跌超过1% 另外,蔚来公布4月交付造具后 蔚来美股急升超过1.1% 比本港收市跌1.5% 想起车跌近1% 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美股方面的期货很紧 导致期货升至156点 38225点 升幅0.4%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亚太区股市暂时 各向下为主 日本股市跌0.3% 日经平均指数 38150点 跌至123点 南韩市跌0.15% 新西兰市跌0.28% 澳洲市轻轻靠均 升近5点 至于恒指黑期 也做好 可能有机会预示 港股一会 假期之后 服市是否会高开呢 黑期升至180多点 升近1% 我们和Andy谈谈谈外围最新的消息 联储局意识 维持利率不变 有什么特别呢 6月开始 会减慢国债缩表的步伐 每月缩表规模下 调幅度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至于市场憧憬的减息 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上 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 而且短期的通胀预期 都已经是上升 后续存在不确定性 获得减息信心的时间 会比预期更加漫长 但是他也有说到 下一次政策利率调整 不太可能是加息的 起码暂时缓减一下 大家都加息的担心 联储局的声明也有说到 美国经济稳固扩张 通胀缓和 但仍然处于高位 近几个月来 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方面 就缺乏进展 大家当然最近都知道 一直在担心加息 因为数据都看到通胀放缓 好像停滞了 现在你怎么看最新的 遗连着各个议色的结果 以至于鲍威尔的言论 对于利率走向有没有什么啟示 因为有些人觉得 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啟示 最大的啟示是排除了6月加息的可能 还有似乎对于最近开始 担心滞胀的问题 都没有什么着目 或者放缓到大家的忧虑 好的 其实昨晚的言论上 尤其是如果大家听到记者问的问题 其实昨晚不算有很多很重大的消息 坦白说 但是你说在里面当中 其实大家都最终的 市场原本都预计了 现在的通胀 尤其是大家预计的 核心通胀 本来都已经开始有一个反弹 其实鲍威尔也承认了 是有很大机会要退后 就是减息的时间 但是正如刚才你也提到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句对白 就是说明了 其实下一次不应该 其实那个Next 我估计不只是说6月 应该是说就算之后的行动 他也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加息的行动 就是要不动要不就减难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解读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 也有记者问 究竟你的核心通胀 你现在看到因为劳动市场好像不是太差 是的 那么鲍威尔暂时在说的情况 都好像不是太差 其实他也有提到 他们就不是看工资增长这个字的 反而他放很多着墨点提到 就是说 其实那边的租务市场 房屋的租务市场 其实已经下降了 是的 他很强调这个情况 在这里 我觉得今次如果要更新的话 我要拆开几个小项 和大家说 如果是刚刚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看着最近的业绩 就是美股的业绩期 就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应该 就是那个劳动市场 那个消费力 或者叫做劳动市场 那个下行的风险 就是开始转差 其实是可以有少少微妙的出现 是的 少少而已 不是太多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鲍威尔在这个位置 他也想加时间一点 是的 第二 其实大家都会很看着 他昨晚说的 其中一个就是QT 是的 其实6月的QT 那样东西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 你见到昨晚是有个挺利好 其实他最主要说完这一句 跟着市场的反应 是大过多 就是这一部分 市场是看这一样东西 多过去说 究竟下一次 不会有一个加息的可能 那因为其实原本大家想到 你只是剪一半 是 谁知道你是剪剩三分之一 是的 那这个速度 是比大家 如期之中是良好 是的 那这个是令到市场的反应 那第三 那就是 也有记者问到 那其实究竟你怕不怕 联署局做这些 就是一个 high up for longer 这个动作 那究竟会不会 令到新兴市场 好像以前 一年 是的 就是二十年前那些 那些情况 突然下跌 是的 是的 那接着呢 鲍威尔就答得挺好 这些 就是我会复述 就是 我觉得解读的 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新兴市场的央行 根据过去的经验 进步了很多 是的 所以呢 其实它们现在优化了很多 不应该那么容易 因为美元强 利率高 就是美国利率高 令到自己有事 是的 是的 而且从来 外面有任何的问题 都不会是联署局造成的 是的 那这些东西 在它的局是对的 是的 但是 我自己会看这一样东西 那其实就 如果你说在这一刻 是不是真的要想到 会不会有些很大件事 那你知道 我通常都说 这个是bell shape 我不喜欢去讲 一些故事性 会很好听 但是 其实可能发生的机会很小 那些 我就不放在这个角度了 但是 如果你说在息叉上面的角度 的时间表 就应该会比较明显 因为美国现在 可能我都应该很大机会会错 现在 就是年初 估计 应该是六七月 应该是会减息 是吧 那 现在很大机会会错 但是在这个角度底下 Hyperlonga 未必是一个 在美国自身 未必是一个问题 因为它自己 无论业绩 或者当地的经济 未真的好 未真的转差 OK 但是 如果你说在息叉上面的变化 就 欧洲那边 其实很明显是会减息的 是的 就是他们那边 那个 其实核心通胀 那些数据 仍然都是向下走 是的 所以应该很大机会 就是你说 如果在 跟联署局讲话 我觉得比较 相关的资产 比较明显 可能有个趋势 就 维持好像过去一个月 这样看 就是应该是 EUR 就是欧元会下跌 令到 美金有个上升的压力 是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 会是 如果要在 FOMC里面 就是联署局 这些对白里面 找到一个比较明显一些的 Train 我觉得这个会是明显一些的 是的 那 暂时是这样看 就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 就是关于滞涨上的忧虑 是 是 其实 昨晚看着 无论是彭博的Live 是的 还有当时 白卫尔的答法 都有提到 当然 如果看着最近的数据 大家会看到 通胀好像有些上升 但是GDP有些下跌 PMI有些下跌 是的 但是 其实 首先第一点 GDP 刚刚上次是一个初值 是 那美国是很流行 revised 然后还要revised up 是的 那第二 如果by definition 当然大家会怕这个trend 但是如果要发生的话 用现在的 失业率的数据 用现在的经济动力的数据 其实 远远都未去到 滞涨了 是的 就算你说 要有些危机转叉的 我估计都要看到 例如 好像最近劳动市场的数据 虽然我觉得 它是开始慢慢见到 顶有回落 但是 例如 那些人是现在 不是很想去找工去转工 那就是这样跳槽了 是的 你的新增职位是低了 是的 但是未变到 你突然间是转叉 或者可以这样说 是的 暂时数据上就是这样 所以昨晚我觉得 虽然叫做7-1抽高 即市场 7-1抽高 但是呢 我觉得都是维持过去 这两个星期的看法 其实市场应该是未调整完的 对 对 就像是一样的 那些人 好 你 又有了 对 对 对 看看